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 我们将一起走进杜甫的内心世界 感受他晚年在白地城上的一声声呐喊 杜甫的这首《白地城最高楼》是一首充满苍凉与愤慨的惊人奇虑 在看似壮丽的景色背后 却蕴藏着他对乱世的悲愤和对命运的无奈 杜甫的自我评价为人性替干加剧 与不惊人死不休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对诗歌的追求和自我要求 他的诗往往以写实的手法揭示出社会的残酷现实 如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直指人心 无论是雄浑的五言七言律师 还是首创的论诗绝句 杜甫都以其深厚的情感和精湛的技巧 创造出不可磨灭的诗篇 他的灯高被誉为古今七律之首 展现了他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刻感悟 而《白地城最高楼》则进一步展示了他在七言律师中的巅峰成就 字句中饱含着对历史与命运的无尽思索 杜甫不仅是诗圣 更是中华诗坛的伟大象征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你能想象 当他站在这座俯瞰长江的高楼上 面对天地的壮丽 却气血回首 白发苍苍 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吗 今天我们将通过这首诗 去解读诗圣杜甫如何在博裕不平中 用简练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时代的苍凉与壮丽 深藏住的情感与思想 远超乎我们想象 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首 充满博裕不平之气的《白地城最高楼》 是他晚年流落四川期间 登临白地城时所作的一首《七律》 这首诗以苍凉的笔触和深沉的感情 表现了诗人面对世事变迁 和自身遭遇的痛苦与愤懑 通过对白地城及周围自然景观的描写 诗人将外界的雄伟壮丽 与内心的博裕不平相结合 形成了一幅充满历史感 与个人情感的画卷 《白地城》为金重庆市凤杰县境内 是长江三来之一渠唐来的入口处 白地城历史悠久 自古以来军事要塞 地理位置极其险峻 城楼高耸 俯瞰长江 气势雄伟 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后 饱受战乱与贬折的打击 政治理想无法实现 个人生活混沌不堪 尤其在《白地城》时 杜甫面对着来股险峻 云雾迷蒙的景象 不仅产生了对自然的惊叹 更加激发了他对乱世的深切忧思 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感慨 原文 《白地城》最高楼城间静坐经配酬 独立飘渺之飞楼 来彻云埋龙虎卧 江青日报圆驼游 扶桑西之对断石 若水东影随长流 仗离探视者谁子 气血蹦空回白头 大意是 《白地城》屹立在险峻的山峰上 通向城楼的小道蜿蜒曲折 楼阁高耸入云 独立于苍茫的天际 让人心生愁绪 来骨两旁的山峰裂开 云雾缭绕 仿佛折服的龙虎 江水清澈 阳光映照 圆驼 水生动物 悠闲游动在江面上 扶桑树的西枝 面对着断裂的巨石 弱水的倒影 伴随江水绵延不断地向东流去 拄着拐杖 叹息世事变迁的人是谁 他泪流满面 气血洒空 愤恨回首 早已白发苍苍 赏息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 结合诗人深沉的忧愁和痛苦 表达了都府对时代动荡 个人遭遇的复杂情感 诗中景物的壮丽与险峻 与诗人内心的搏欲不平 形成强烈对比 令人感受到一种压抑与无奈的情绪 首帘 高楼与筹序 城间静泽精佩筹 独立飘渺之飞楼 首帘描绘了摆地成高耸入云的城楼 以及通往城楼的小路 这座城楼在山巅之上 宛如悬浮在空中一般 给人以遥不可及 缥缈神秘的感觉 这里的精佩筹 指的是城楼上的惊奇飘扬 而诗人感受到的愁绪 似乎也是随着这旗帜的飘动而生腾 这种景象不仅展现了白地成的壮丽与险峻 也暗示了诗人内心的忧愁与孤独感 汉连天地壮丽与寂静的对比 来彻云埋龙虎卧 江青日报圆驼游 这句写出了渠塘来的险峻地貌 云雾笼罩的山谷 让人联想到蛰伏的龙虎 既有潜藏的力量 又有一种静谧的危险感 下距的江水则与之形成对比 清澈的江水在阳光下闪烁 而圆驼 古代传说中的水中怪兽 悠然游动 杜甫用龙虎与圆驼的对比 展现了天地之间的雄壮与宁静 仿佛外界自然虽有危险 但仍在一种平衡之中 通过这样的描写 诗人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内心感受融合 既展示了外在的壮美景色 又隐喻了内心的波动与无奈 景连 自然中的对立与流转 福桑西枝对断石 若水东引随长流 福桑是古代传说中的神木 象征着遥远东方的仙境 这里与白地成的险峻山石形成对比 福桑树枝摇指西方 而断裂的巨石则象征了自然力量的毁灭与不可抗拒 若水象征着轻盈与绵长 它的倒影随着江水不断东流 隐喻了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 这一连不仅是对自然的写实描绘 更是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福桑与弱水的异象 表达了杜甫对人生无常和命运变迁的感叹 无论是神话中的福桑还是现实中的江水 都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 流转 个人在自然和历史的巨变中显得渺小而无力 伪廉 生命的呐喊与悲愤 仗离探视着谁子 气血泵空回白头 最后一连是全师情感的高潮 杜甫以仗离 自愈 形象地描写了他站在白地城楼上 拄着梨杖 独自叹息住世事的变迁 他质问自己究竟是谁的后代 为什么要承受这时代的苦难 这是一种对命运和历史的愤懑 他气血泵空 表达了极度的痛苦与绝望 仿佛内心的愤怒已经难以抑制 甚至撕裂了身体 此时的杜甫 已经白发苍苍 饱经风霜 面对眼前的壮丽景象 却只能发出无力的呐喊 这一连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感慨 更是对整个时代的不满与悲愤 杜甫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 一生追求为国为民的报复 却在乱世中屡遭挫折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 他的气血与白发 是对乱世的控诉 也是对历史的沉重反思 《白地城最高楼》 是一首充满苍凉与愤慨的诗作 展现了杜甫晚年在政治诗意 生活困苦中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白地城 及其周围自然景象的描绘 杜甫不仅表达了 对壮丽景色的赞叹 也通过这些景象 寄托了自己对人生无常 历史变迁的深刻思考 全诗语言凝炼 意境深远 既有对自然的高度概括 也有对个人生命的细腻感悟 诗中的仗力探视 气血泵空 将个人的痛苦与天地之间的 壮丽景象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冲突 体现了杜甫诗歌中 大气磅礴与悲愤苍凉的风格 读霸此诗 的确令人深感震撼 杜甫已经练的语言和成语的比调 将时代的苦痛 个人的愁绪和人性的深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句诗都充满力量 直击人心 正如他所言 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成就 实至名归的被称为诗圣 无愧于他的历史地位